《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136期 这两天呢 中国在开杭州的亚运会 那么这个杭州亚运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呢 他呢 急头头的赶到杭州 也就是心急火燎的从日本赶回了杭州的马云啊 结果呢 非常非常的郁闷 马云应该算是杭州第一张名片啊 也就是杭州很多事物都跟马云联系在一起 杭州这个城市的知名度的提高 也跟马云的阿里巴巴在杭州创业 并且把杭州发展成全球瞩目的网络城 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么不谈马云本身曾经是中国的首富 而且马云还有联合国官员的头衔 他活气活了的从日本赶回来 结果亚运会的火举手也没有轮到他 开幕式也没有人邀请他 主席台上面根本就见不到马云的这个身影 那马云赶回杭州来干什么呢 是让马云回来捐款的嘛 所以说 不但是马云本人感到遗憾 很多网友也替马云感到遗憾 马云对杭州的贡献是很大的 不让他上主席台 不让他当火炬手 是不是马云出的钱太少了 而马云他为什么他现在在中国那么落幕呢 这跟习近平不喜欢他有关系 那习近平为什么不喜欢马云 而马云跟习近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一直在保护他 这个人就是习近平的大跟班 习近平的马仔 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那么李强能不能保得住马云 习近平不喜欢马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呢 让我们今天呢 来谈一谈李强的家族 也谈谈李强 习近平跟马云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啊 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骗子呢 他越是在台高度 越是呢 要大奖排场 让人家感觉到实际上他很有钱啊 而骗子这时候已经在台高度没钱了 但是呢 骗子就要摆出场面 让你感觉到很有钱 你们赶紧来投资 中共现在就是这样的骗子 外资嘛 已经全部撤离了 贸易订单也大大流失了 中国的这个工厂都在关门 商场都在关门 机场都门口罗雀 大学毕业生现在唯一的就业机会就是送外卖送快递 大量的白领啊 蓝领啊都在失业 就是中共体制内的公务员也不断地在减薪 有的城市失业单位居然发工资 48个月都不发啊 我不知道这些人48个月就是三四年的时间领不到工资 他们怎么过的啊 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中共还要大扁宴席 大扮什么押运会 因此本届押运会就被很多网友把它形容为罗煞国理办盛事 因为这一次押运会大家看不到任何大国的领袖 只来了三四个小国的领导来凑热闹 而这些人来都是伸手要钱的 那么中共还要花拒之装点门面 不惜工本投入 连厕所都用高科技来装潢门面啊 所以为了撑门面整个这次押运会建了56个竞赛场馆 31个训练场馆 1个押运村和4个押运分村 杭州市政府公开的财务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0年 押运会在基础设施场馆建设方面 已经花费了2248亿 那么20年到现在23年开幕又过去三年 又增加了多少呢? 将近花去了人民币4000亿 而亚额理事会的这个财务报告 它显示 杭州亚运会总共收到的赞助收入也就是60亿元人民币 版权收入也就40亿元人民币 全部加起来不过是100亿 跟杭州巨额投入的4000亿比 你这个100亿简直就是毛毛雨 所以杭州这次办亚运会百分之百是一个巨额亏损 那么这个巨额亏损 为什么习近平要把它接下来呢? 因为习近平要营造万邦来朝的盛世场面嘛 很可惜没有万邦来朝 来的都是几个穷要翻花子来跟你要钱的啊 所以中共大吹大擂啊 还曾经杭州官媒啊 把过去北宋一手形容莫外王朝的王国师 把它拿出来当作赞美杭州的啊 说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世修暖风熏的游人罪 只把杭州做变州 这明明是北宋时期的王国师 被一帮没有文化的杭州官媒把它来形容亚运会 获得各地官媒的大量转载啊 当网友指出这是一个王国师之后 他们才删除了所有跟这首诗有关的诗句和视频 所以说呢 就是中共这帮没文化的人 他们能导演出什么好戏来呢? 来的几个穷要发发的都是来喊两句台湾是中国的 然后你们就给钱吧 习近平现在还能有多少钱能打发这些人呢? 几乎就没有什么有实力的国家来竞争亚运会的各个奖牌 有的比赛里面都是冠军 亚军 寄金 全三名全是中国队 因为只有你们一家来嘛 所以所有的金牌 银牌 铜牌 全归你中国算了 不就是自导自演 自娱自乐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马云还要急急忙忙赶回来干什么呢? 马云以为有他自己能够唱主角的一个地方 没有地方给他了 也就是马云自己应该非常清楚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 他不在日本养老 他老是往回跑干什么呢? 那么主要是李强要他回来了 李强多次劝马云你回国看看 一个呢 是我现在当总理了 我肯定能保证你的安全 第二个是你回来 一个是可以让别人认为我们的经济环境是稳定的 带来外部资金到中国的投入 让国外的商人能够仍然回国投资 引进外资 促进祖国的企业发展 第二个也是为了稳定国内的商人不要逃跑啊 你马云带头跑 那底下其他商人人家不要跑嘛 所以说呢 李强劝马云回来 但是马云不傻 你李强劝他回来 他就肯回来了 或者他就赶回来了 回来被习近平抓了怎么办? 马云很清楚习近平不待见他 习近平一点都不喜欢他 所以马云是非常犹豫 他回来还是不回来的 但是为了把马云劝回来 李强不仅仅自己亲自打电话 给马云保证马云来去自由 保证他在国内的所有来往的各种安全 同时直接是安排李强的老婆 让他老婆去劝马云啊 李强的老婆名字叫林桓 是1964年生 是浙江人 是浙江瑞安人 他本人是浙江商业技术学院毕业的 跟李强的这个龙校中专呢 还蛮般配的 李强发达以后 就把自己老婆林桓呢 安排到体制内 现在在浙江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 享受一个正听级的待遇啊 那么马云阿里巴巴呢 他也有一个专门勾兑中共高官和政府的一个机构 名字叫阿里巴巴研究院 这个院长叫高红斌 高红斌的本人被马云请到阿里集团以后 担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阿里研究院院长 这个人投身阿里之前 先后在国家的电子工业部 国务院信息办以及信息产业部工作 是中国体制内最早参与中国互联网监管架构设计和政策法规制定的一个高官 那么这个人呢 马云把他挖过来 是专门来去勾兑中共高官和中共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的 而这个人到阿里来 显然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嘛 那么高红斌和李强的老婆林环呢 他们两人呢相当的熟悉 在2018年和2019年 两人同时公开出席各种大型活动 从他们出席活动两个人熟悉的情况来看 两个人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李强除了自己给马云打电话劝马云回来 并且绝对保证马云的来去自由 同时呢 动用了大部分的关系呢 都是让他自己的老婆林环和高红斌这些人呢 去到日本直接劝马云呢 回国看看嘛 马云也回来过 转了一圈又走了 因为马云回来呢 也是为了给李强一个面子 那么保证马云来去自由呢 李强答应了呢 这点肯定是做得到的 但是马云心里面明白 习近平不喜欢他 那习近平为什么对马云不喜欢呢 习近平常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马云的阿里巴巴是在杭州发达的 而且最终把杭州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网络互联网中心 是这个互联网产业来中国起步的 中国硅谷之地嘛 那么习近平作为是这个省的主管领导 怎么会跟马云关系不好呢 过去关系不错 因为习近平需要马云的业绩嘛 那马云在浙江创业 当然需要浙江省委一把手来给他支持 所以当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跟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关系当时是相当好的 但是以后就有了变化 就是习近平到了中央以后就开始产生变化了 尤其是习近平在川普上任以后 马云私自拜访川普没有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 这让习近平是非常恼火的 也就是马云在川普刚刚担任美国总统以后 马云就自说自话跑到美国去了 他见了川普以后 并且给川普一个承诺 说他会在美国给川普创造就业的机会 这件事情习近平相当的恼火 马云擅自到美国去访问 得到哪个部门的批准 你们哪个人知道 或者你们哪个知道敢隐瞒不报的 我们都还没有想好跟川普用什么方式 中国跟川普之间保持各种关系 保持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接 因为川普显然跟过去的奥巴马是不一样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没有出台各种政策 没有各种对应的方针 你马云率先就到川普那边就现投名状 你显然就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被动嘛 因为这种事情习近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历朝历代 马云的这种行为都叫做僭越 更何况马云他出道以后 经常有一些暗讽习近平的一些段子 马云竟然会暗暗的讥讽习近平 一个只会扛200斤麦子都不知道换肩的智商 还动不动说他读完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民族的人 习近平每到通商宽衣的时候想起这个事 就恨得牙痒痒的 所以说习近平一直是想找到机会修理马云的 当他听说马云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要上市 而且得到有关部门快速批准的时候 习近平就火了 习近平就下令给我严查 谁同意蚂蚁金服那么快就上市了 你们谁批的 所以习近平那一次放火以后 就下令要查证监会 查中央金融办 把中央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 把他叫过来骂那个勾血喷头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对蚂蚁金服上市的问题 立马叫停吧 立马查处所有跟蚂蚁金服有关联的中央各个部委的这些官员 你们究竟什么关系嘛 一查嘛习近平下一大条 中共所有几乎是所有郑国级的这个家庭啊 这个家族啊 没有哪个跟蚂蚁金服没有关系 没有哪个在蚂蚁金服不占有大量的股份 可以讲很多副国级的官员想到里面拆一杠子 想到里面占点股还不一定轮得上呢 郑国级才有这个资格 更何况习近平自己的姐姐齐乔乔 邓家贵 在里面占有大量的股份啊 你去把蚂蚁金服一查 你彻底就让蚂蚁金服发不了财 你不就是挡了所有中共郑国级家族以上官员家里面发财之路 挡了你自己姐姐姐夫的发财之路嘛 所以习近平呢 他内心里面呢 他也不可能把蚂蚁金服一查拍死 但是不教训教训马云呢 习近平又心有不甘 所以借着查处蚂蚁金服擅自上市的这件事呢 对马云呢 狠狠地打了一下 狠狠地罚了一下 本来对马云罚得还要狠的 结果呢 是查到了上海证监交易所科技版 因为这个呢 是蚂蚁金服计划上市的一个点 马云呢 曾经计划让蚂蚁集团在科创版和香港交易所同步上市的 这最初呢 被认为是马云的一个明智之举 毕竟上交所科创版是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他宣布推出的 所以2018年 上海市政府就跟蚂蚁金服呢 在阿里巴巴就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 当时时任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李强和上海市市长应勇 他们在跟马云会晤时候都承诺全力支持马云在上海的业务 结果被习近平一夜查 大家都不敢动了啊 但是动马云的话 就动到所有自己家里面的利益和自己马仔的利益啊 所以习近平当时呢 也就投储G7了 一看所有蚂蚁金服是涉及到中国几乎所有郑国籍家族里面 几乎每家都投入了大量的股份 而且自己的马仔李强啊 应勇啊 在里面都混有股份啊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呢 也就没办法打了 只能是板子高高举起 派两个苍蝇呢 就轻轻落下了 那么最终就查出了自己马仔的马仔 马云的密友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因为周江勇在蚂蚁金服就投入了一百个亿 至于他自己究竟是出了多少真金白银 那只有马云知道了 中纪委打掉周江勇的时候 因为是李强一直护着马云 而且李强老婆在蚂蚁金服投资的就更多了 习近平目的是给马云一点脸色看 并不是真心要把马云打死的 因为马云的案例里面牵制到中共各个家族里面的这个利益太多了 习近平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而且他姐姐姐夫在里面也有大量的利益 怎么可能跟自家利益过不去呢 所以对马云也就适可而止 那么作为习近平的马仔李强 李强究竟换了多少钱呢 也就是李强跟随习近平那么多年 从浙江习近平那个大秘一步一步平步青云 做到浙江省委书记 江苏省委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 也就是江浙户他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担任过三个地方一把手的东江大力 然后紧急的又被习近平带到中央 一天国务院工作没干过 居然就当了国务院总理 那么这个马仔是不是自己混得非常肥壮呢 那是毫无疑问的了 在中共哪一个高官 哪一个职务 做到神部级以上 说是没赚到钱的呢 那么赚钱们肯定都通过自己老婆 通过自己的儿女 通过自己的家族 然后做白手套 去把各个钱都漏到了 她老婆叫林环 林环在浙江有两家巨大的快递公司 这两个快递公司 一个叫运达 大家都知道的 运达快递的总资产有380亿 另外一个叫圆通树地 圆通树地的总资产有400亿 这两家公司里面 李强老婆林环各自占有10%的股份 也就是至少她本人拥有780亿的资产 这只是两个快递公司啊 那么在浙江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横店产业 这个横店产业呢 是前朝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他们家里面一手的产业 当李长春他知道习近平有这个心思 就用李强替代李克强以后 就马上安排自己家族里面一手控制的横店集团呢 立马投靠到李强的老婆 所以横店集团的董事长叫徐永安 立即就搭上了李强的妻子林环 这时候李强已经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 那么横店集团至少给林环送去有20亿的股份 加上三年疫情动态清零 你认为三年疫情动态清零这个时段 这个时候最赚钱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你让傻子去回答傻子的告诉你是核酸公司 那么你觉得中国哪家核酸公司的势力最大的 我告诉你呢叫狄安诊断 这个狄安诊断是个什么公司呢 狄安诊断的公司是李强女儿叫李颖控制的公司 他的资产规模大约有50亿 这还是李强女儿李颖的副业 也就是李强的女儿利用整个三年清零期间 他自己的这个公司低安诊断 控制了中国最大的核酸产业 也就是在核酸产业里面赚的盆满钵满 那么这仅仅啊嘛还是李强女儿的副业啊 那他的主业是什么呢 李强的女儿叫李颖 他本人呢有这么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叫市韩胜建筑设计咨询公司 这个公司是2011年才成立的 当时的注册资本不过是30万美元 一开始注册的时候只是一个皮包公司嘛 那么当时注册的时候 李强这个女儿李颖呢只有23岁 他是刚刚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 那么2012年当时有这么一个报道 一般人可能注意不到 但是业内的人士都知道 这个报道说市韩胜建筑事务所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 赢得了宁波报业集团设计全新总督大楼的合约 接着市韩胜公司又中标了宁波市图书馆的设计方案 那么市韩胜这个公司是个什么公司 他凭什么凭他就可以又中标宁波报业新大楼 又中标宁波市的图书馆 这一下子设计费都是好几个亿十几个亿的 那原来什么原来是李强的女儿李颖的公司中标 那李强当时什么职务呢 李强当时担任的是浙江省的省长 也就是省长的女儿的设计公司中标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所以说呢李强的女儿就是从同济大学毕业以后 很快就开了一个建筑设计所 而这个建筑设计公司几乎就拿下了重大的很多项目里面的设计工程 而这些设计工程获得的设计费 那都是几亿几十亿的 那么李强女儿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一个小女子 她有那么大的设计能力吗 这就是要么回到李强的女儿女婿的结构了 李强家里面的户籍信息显示 李强的女儿李颖是已婚的 但是没有女婿的信息 为什么没有女婿的信息呢 因为她的女婿不是中国人 资料显示她的女婿是苏格兰人在丹麦生活的 名字叫格瑞斯 因为施涵胜这个公司呢 她以外资企业为名来中标的话呢 来竞标的话呢 可能得到的机会更大 所以他们就到丹麦去注册了一个 丹麦的施涵胜建筑设计所 那么这个建筑设计所呢 是以李强的这个女婿克瑞斯的为主要设计师的 但是这个所的产权属于李颖的 也就是李颖她自己大学刚刚毕业 就获得了中国和丹麦两家都以施涵胜命名的建筑设计所 那么最终就变成她老公做设计 而李颖去接活 她父亲当时既担任过浙江省省长 又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 江苏省委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 这么大的权力 当然把江浙湖 几乎所有重大的工程的这个设计 都交给自己女儿女婿了 李颖2011年当时毕业只有23岁 就开办了施涵胜 你根据这个年龄去推测 她应当是2007年到2011年的大学 而2007年李强当时的职务 是浙江省省委秘书长 习近平当时是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随即习近平就调到了上海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 所以说李颖颖上同济大学 很可能是习近平帮助李强把她保送到同济大学的 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啊 有一个专门的特殊通道 就是说嘛 中央领导他们可以安排北大清华 上海市委的领导是可以安排同济复旦的 这个呢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特殊安排 毛泽东当年就送了很多女青年到北大上学嘛 所以说上海市委书记 推荐各把年轻的女学生到复旦同济上学 非常容易的 那么李强这个养女婿克瑞斯呢 她本人是学建筑设计的 应该是在跟同济的教授叫唐玉恩 在专业上合作的时候认识了唐玉恩的学生 就是李强的女儿李颖了 那么最终跟李颖两人产生了这个感情以后 两个人就结婚了 然后注册了石寒胜公司 克瑞斯就负责专业设计 李颖就负责接活 没有李颖石寒胜公司根本就不能存在 那么李颖接的活是因为她父亲寄账了的嘛 浙江省长浙江省委书记 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 还有什么活在江的活他李颖接不到的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也就是李颖这个石寒胜公司 在中国这个设计圈里面名气大增啊 人家都知道只要攀上李颖 基本上就没有不中标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一个中国 他这个电动车叫蔚来 蔚来汽车的这个公司董事长叫李斌 李斌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强的女儿李颖 以及他的女婿克瑞斯的 他赶紧去投靠克瑞斯 马上把自己七家蔚来店的这个设计呢 全部交给克瑞斯去设计 那么克瑞斯设计当然了 他付出了很高的设计费 让克瑞斯和李颖挣到钱的时候 那蔚来汽车也可以到国家领到大把的补助吧 也就是中国电动车 为什么蔚来它比别人的机会要好 它来自于国务院和国家科技创造资金 大把的补助 也就是蔚来汽车为什么能比别人家得到更多的国家科技资金补助的原因 不就来自于这嘛 所以说呢 李强发达以后 他的女儿女婿都发达了 他老婆持有大量的股份 大量的股票 早就是亿万百亿万的这个富翁 那他自己居住的房子当然是很高档的了 杭州市有一条享有盛名的路叫紫金花路 紫金花路一直到底有两个高档小区 一个叫紫金文院 紫金文院是浙江省省部级领导的别墅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小区的北面没有任何建筑物和道路 也就是没有车来车往的吵杂 只有一条水质清澈的渔航堂河 隔阂远眺是浙大紫金港小区 另外旁边一个警官小区叫紫金雅院 这个紫金雅院呢是厅长及连台别墅楼 那么这两个小区通通是由武警站岗保卫的 任何人你不是这个小区人你是进不去的 小区的楼盘他这个价格是巨贵的 那么李强在分配到这个小区的时候 是在紫金雅院他当时只是厅级干部 是浙江省委秘所长还不是省委常委 还不能够成为省部级 所以呢他是厅局级呢搬到了紫金雅院 他家里面的房子是300平方市值呢在2400万 那么他们这个房子都是登记在私人名义之下 都是自己的私人房啊 这种房子他如果不愿意搬你是不能把他们强行搬走的 那么如果他职务调整了或者退休了以后 他愿意搬调给别人那差不多 如果不愿意搬他们就是一直住在里面了 因为杭州呢在西湖边上还有很多公共的属于公家的别墅 这些别墅呢就跟军队的这个管理是一样 也就是领导干部你住在里面 随着你职务调整的话你该搬走你搬走 如果是你已经退出这个领导岗位 你要腾出来给下一个领导坐 这种房子呢各个省呢都有这一类的属于省委机关大院里面管理的这种别墅 安排省级领导你就任以后你就可以有地方坐 那个是公家安排的这个别墅楼 你住呢只是一个短暂的住 它不属于你私人私产 而我刚才介绍的紫荆雅园和紫荆文院呢 它完全是私人楼就是按照部长级或者是按照厅局级打造的这个非常高档的私人小区 而且很便宜价格卖给你们 那么你们就是终身就可以住在这了 所以习近平也好李强也好都有这样的别墅 至于他们愿不愿意现在到北京工作以后就把这个别墅卖掉 转让给别的什么厅局级省部级的官员那是由他们自己 如果不愿意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他尽管当着国务院总理都是郑国级官员 他照样在杭州他享受他自己当年所拿下的这个现在已经超越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豪宅了 所以说呢这就是共产党官僚体制给他们导致的他们个人特殊的权利特殊的资源 什么叫特供啊这就叫特供嘛你老百姓那个大门你也进不去啊那都是武警把的门啊 他们用一万块一个平方买下来的现在已经涨到八万十万了 而这种楼随便他们自己是退休了还是他们现在已经担任了国家最高领导了 他们照样霸占的哪一个人敢去靠近这个别墅一步呢 这就是李强跟随习近平作为一个马仔他个人获得的利益 而这种利益作为习近平他们都是马仔的话 习近平也不能不维护他们的这个利益的如果把这些人利益全部剥夺了 谁还跟着你习近平死刑他弟弟干呢 习近平自己已经赚了个盆满钵满了 他自己几个姐姐姐夫他弟弟习远平早就是嘛早就富可敌国了 所以习近平自己家族挣了钱 他也让跟着自己混的这些小兄弟里面混到一点啊 至于马云的话嘛马云把他打死啊 马云只是嘛对他教训教训不要什么不要动不动僭越 但是同时呢马云带着你们发财呢我呢也不大反对 并且呢马云那个巨大的他那个商业帝国里面也有习近平家族的一份嘛 所以说习近平跟马云的关系就是嘛 习近平不喜欢马云但是不会打死马云 李强保护马云基本上能保护到马云呢不会随便把马云抓起来 但是对马云集团里面的打压对阿里的压制 这是呢李强没办法的要看老大的脸色 老大说放一马就放一马老大说如果要瘦瘦骨头那就瘦瘦骨头 所以说呢对于马云来讲的话李强只能起到一个什么 起到一个不把他抓起来的作用 那么一切都有习近平的顶夺 所以李强对马云的保护也是有限的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